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来亲家不怎么好相处 虽然儿媳妇嘴巴甜 但我认为子女的脾性多多少少还是会像父母 但我儿子坚持 死活要结婚 我也只能无奈同意 不过我从来没在儿媳妇面前表露过我不同意 我和我老公相亲认识 婚后虽然没有培养出炽热的感情 但也互相依赖 感情稳定 一开始我身体不好 所以婚后好多年才备孕要孩子 对于这个迟来的儿子 我和老公是含在嘴里怕话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 可以说是倾尽所有 只求儿子能够健康快乐 可能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宠爱 导致了儿子丝毫不感恩父母的付出 他总觉得我和他爸爸 为他做出什么样的付出和退让都是应该的 不仅如此 他还认死脸 丝毫听不进去别人的话 比如结婚找对象 不管我怎么和儿子分析利弊 他都坚持感情才是最重要 全然不顾我和他说婚姻 除了感情远远不够 也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才能意识到这一点 但我已经不愿意陪着他成长了 他自己的人生接下来就自己去走 儿子和儿媳妇谈婚论嫁的时候 正好赶上我家房子拆迁 能分两套商品房 一套三室两厅 一套一室一厅 我本来是想我自己住一室一厅 三室两厅的房子给儿子当婚房 但儿媳妇不肯 通过儿子和我表达装修婚礼等等 需要用钱的地方太多 以及一家人就应该住在一起 热闹还有伤有良 所以让我和他们一起住 小房子换成钱 我表示言之有理 更是开心儿子儿媳妇 愿意和我这个老人家一起住 自然同意了这个提议 婚后 我和儿子儿媳妇同个无言下 可是住过来之后不久 我就意识到有点不对头 其实帮着儿子儿媳妇 做点家务活没什么问题 但儿子儿媳妇 现在完全成了甩手掌柜 而我就是一个倒贴前的保姆 我的儿媳妇对我 也是格外开得了口 什么贴身衣物要手洗 床单至少一周换一次 地板每天擦两次 反正各种事情很多 我还不能抱怨 但凡开口委婉说几句 儿媳妇就委屈了说 婆婆 我这是拿你当亲吗 所以才有啥说啥 你要是觉得不舒服 肯定是没把我当亲闺女 要是这些事情 换成你儿子和你说 你是不是就不觉得不舒服了 儿媳妇嘴巴甜 又处处拿我儿子当挡箭牌 我儿子也顺着他 我最后也被说服了 觉得自己累一点就累一点吧 后来 孙子出生了 我就更忙了 左邻右舍都说 比我之前上班还要忙 好不容易 孙子能上幼儿园了 白天的时间空了出来之后 我就赶紧去找了一份工作 有了孩子 开销大 儿子和儿媳妇赚点钱也不容易 我能帮衬一点就帮衬一点 我老公在几年前去世 治病 用光了家里的积蓄 我除了这袋退休工资 手里头也没什么钱 想让儿子的生活宽裕一点 就只能再去找一份工作 要说不累 是不可能的 毕竟除了工作 我还要做家务 说起来也有不少人和我说过 亲家两口子 现在生活惬意 每天跳跳舞 逛逛街 我当时一点都不认为 亲家的行为有什么不妥 毕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花自己的钱 想过什么样的日子都可以 但我真的无法接受 儿子拿着我的退休工资 去给老丈人两口子当生活费 然后还拿着自己的工资 额外给零花钱 而对我这个亲妈 确实停留在前言蜜语中 她只想着老丈人两口子开心 这样老婆就能开心了 我对儿子失望 认定儿媳妇是虚情假意 是她背着我带了自己爸妈去旅游 说白了 你大大方方说 母亲生日 要带父母出去旅游 以后婆婆过生日 也带婆婆去 我真的不会有什么不满 哪怕只是一句空话 至少眼下不会产生矛盾 但事实是什么呢 是前脚问我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我告诉她 以前没时间 也不舍得 没有和我老公一起出去旅游 埃斯福马上保证 只要手里头有点积蓄了 就到我去 还说我为这个家的付出 她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 但后来 她就和我儿子一起 借口给自己妈妈看病 带着孩子一起出门旅游了 要不是有人看到 拍了照片告诉我 儿子还不准备和我说实话 最让人心寒的是 我更是在亲家和别人的炫耀中 得知他们两个人可以如此歇意生活 是因为女儿和女婿养着他们 儿子回来后 面对我的质问 倒是承认了 不过 他没觉得有什么问题 儿子的意思是 老丈人两口子身体不好 所以就享受晚年了 说我身体好 工作就当成是锻炼身体了 而媳妇倒是有点不好意思 一个就表示 过段时间一定带我出去旅游 这次没有一起去 是觉得双方父母在一起 容易闹矛盾 我笑了笑 没有说话 她的承诺是不是真的 我已经没有心情了解了 但我更觉得是敷衍 要是真心有这个准备 完全可以事先和我说 无需背着我 对我撒谎 不过 儿媳妇终归是儿媳妇 虽然她进门之后 我也帮了她很多忙 但说破天 这个小家庭 也不是儿媳妇一个人的 我也没养育过儿媳妇 所以 她对我只是表面功夫 我不怨恨 但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的儿子这么对我 我尝试着和儿子 诉说了心理的委屈和不公 儿子不理解 并且对我的再次抱怨 表示不满 我一瞬间就死心了 也不准备和她吵架 我知道有些事情 自己不去经历 是不会意识到不对的 我的儿子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我没有教育好 所以现在 我就要受到这样的委屈 既然从我开始 那就到我结束吧 我很快就搬去了村里的老房子 这套公公婆婆 留给我和我老公的房子 我没想到 最后会成为我的养老之处 幸好以前的老邻居都还在 知道我回来的原因后 都挺支持我的 儿子倒是来过几次 我每次都严厉拒绝后 他也就不来了 我知道他心里怪我 认为我不爱他了 毕竟 是我让他和媳妇有了矛盾 因为没有我的退休工资 没有我打工赚来的钱 亲家 已经没办法继续这么悠闲下去了 儿媳妇看着自己爸妈辛苦 肯定不高兴 自然要和我儿子吵闹 但又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既然选择了放手 就不会再管了 我辛苦养育了儿子 帮衬了儿子 儿媳妇这么些年 既然换不来公平 那我就自己对自己好一点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